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听说帮主交代下来 要出去两天 是的 不带人 不带人 帮主是 私事 对 我要他去汉府 我要他去一趟大汉府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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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 给我酒 给我酒 李爷啊 让您久等了 一个人喝酒啊 那多闷哪 来来来 姑奶奶我陪您喝一杯 酒没了 喝干了 洪秀庄还少得了您喝的 小浩 快拿酒来啊 是 您想怎么喝就怎么喝 我请客 谢了 找我什么事啊 我们帮主交代几句话 谷爷 别叫我谷爷 您看我哪儿谷啊 你该谷的地方都谷了 我醉了 醉了 好说话 李爷啊 快人快语 有话就快说啊 我们帮主说啊 李靖 你去跟谷香云说 小鱼儿做监的事 我们盐帮能保就保 不能保 跟我说 李爷您喝醉了 酒醉心明白 好 请转告帮主 我一定回话 来 何爷 我敬你一杯 来 来 再来一壶吧 我不能喝了 我醉了 你不喝 我不陪你玩哦 好 我喝 干杯 来 何爷 再喝嘛 来来来 我喝 我真的没醉啊 我要走了 李爷 那我就不送您了 我的客人还很多呢 小号 帮我送送李爷 是 李爷 来来来 我托你的事不要忘了啊 好好好啊 您放心好了 李爷 咱们走 李爷 小心点 没事 不要扶我 我也扶我 李爷 我帮您备个轿子吧 我李靖一辈子骑马 还没做过轿呢 何爷 这不是盐帮的李靖吗 原来是曹帮的和业 李爷 我们先走吧 来 等一下 什么事 小李子 我有件大事要告诉你 讲 你可要听好 我听说贵帮的帮主 我跟一个男人骑着两匹马 一前一后的到大汉湖 何爷 您喝醉了吧 去你的 李靖 你可是剃头挑子 一头热 何腾 李靖 你这是干什么 我李爷今天拼死吃河豚 好 我河豚奉陪 不过 在红袖招里 不宜动手 咱们到外面去打 走 何爷 何爷 走啊 怎么回事啊 怎么打 他们两个要去打起来了呀 李靖 他打起来了 李靖跟河豚到鸿胶门口交手了 快去看哪 快打倒楣 李靖 你去哪儿啊 李靖 你早死 别打了 别打了 李季 怎么样 好 外面也不准你们打 教号 谷爷 你快去劝劲驾吧 是 等一下 你知道怎么去吗 有个数了 野芳炎 野芳曹 快去 是 好了 别打了 别打了 我 教号 你干什么 别打了 我 教号 你到底帮谁 我 我 你怎么样 你们给我滚 改日找你 随时奉陪 随时奉陪 李爷 您今晚已经喝了很多了 我知道您心情不好 可是这一言一曹的都在一个苏州 我 您何必 要不要我打盆水给您洗把脸呢 谢了 长堂 你喝醉了 走开啊 长堂 我说帮主先了 你怎么不信呢 大了 别拦着我 来 长堂 知道我是长堂就好 我跟你说 我要见你帮主 现在就去说 我在大堂等着见他 记住啊 小姐 小姐 长堂还在大堂等着呢 让他等啊 好 叫赵长老通知大家起来 是 来 李长堂 我要拉我 我要 李长堂 看吧李长堂 快点起来 不要拉我 我没醉 我还可以喝 起来 起来 大家不用再拉他 起来 帮主 李进 你负着伤 醉着酒 半夜三惊 如此狼狼 如此放肆 十年以来我没有见过 这个盐帮大堂 你还能长得下去吗 长不下去 可是我心里有话 说 我今晚请大家来 就是听你说话的 你应该说的 你这么说脑东西的事 都可以实际上 这一招 你怎么能做的 还能做什么的 对对就要做的 就不过来 你怎么做的 盐帮兄弟跟我绝不做事 可是在门里 你得像个盐帮兄弟 说呀 我说 我为什么去洪秀昭 为的是要去保小鱼儿 我为什么要保小鱼儿 因为那个四爷义了你 是的 可是 可是 在洪秀昭的闲言闲语 我停不进去 什么闲言闲语啊 河豚河腾说 曹邦有人 有人看到你跟那个四爷 两匹快马 一千一后奔汉胡 我没有瞒你 也没有瞒陈坤 可是我不必告诉全江湖 我跟一个男人 到汉胡待了一夜 这一是怎么过来的 你问得出来 我招得出口 就许你们逛岸昌 吃花酒 串串二门子 难道就不许我陈怀秀 约一个在小郎宫 挹注盐帮的恩人吗 李敬 我再听 我叫陈坤告诉过你 我们好好在兄弟不在男女 这也是老帮主临去的嘱咐 说 我能为兄弟做什么 我赌过血咒 你说啊 你们的事 我怎么知道 我跟四爷再见你 也见不过盐帮 这些话我放在这里 听也有你 不听也有你 话是你逼的 不然我不会说 我不会说 只因为 怕伤了兄弟 你伤了我心 我想死 我好想死 我想死 不可以 放开我 不要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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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死 不要放开我 丽而幼之 乱而取之 时而备之 你说了 再来试试 皇上 这一招 攻其不备 出其不易 此乃兵家之胜 不可先传 好 你们好好练 是 知道了 皇上 你干嘛 怒而恼之 你 你 皇上教的 攻其不备 你 谢皇上 皇上对孙子兵法 如此神通 臣颇感意外 什么神通啊 只是从小逼着练 逼着念而已 有时候蛮好玩的 这几招看似兵法 却是原则 皇上已经把它演化到 进退身手上来了 也许天下的道理 都有其相通的地方 春喜呢 我只跟您禀告过了 陈怀秀的丫鬟来把她约出去玩了 那一定是帮主有了救小鱼儿的消息 陈怀秀的丫鬟来约春喜 为什么不叫她来见我呢 人家说明了不见四爷 我总不能拽吧 不见我 不见我又是什么事呢 有话会传的 皇上 春喜它您还不知道吗 两个小丫头 穿针引蟹 总比直来直往的好啊 敲鞭谷嘛 陈怀秀何许人也啊 敲鞭谷 陈怀秀是你叫的吗 甲溜 对对对 皇上叫娘娘 叫主子叫嫔妃 到时候我会的 没遮没拦的一张嘴 叫帮主 是是帮主帮主 帮我们的主子 曹大人 陈哉 这个时候我们得做点准备了吧 皇上的意思是 我们总不能老是四爷四爷的 得有个姓名 有个绅士 有个来龙去脉 好应付人家 真的 四爷 究竟哪家的四爷 四爷呢 曹大人 你来边吧 这种事你最有玩了 对对对 我边 可以呀 只是 这头一个姓 姓 姓爱吧 爱新觉罗 就姓爱 其他的你边 遵旨 怎么春喜还不回来呢 四爷 四爷 两个女人 一个长蛇 一个大嘴 吹吧 对 说 我说要是一种 是一种 一个女人 对 你们父亲 走啊 不让我看 你 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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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主传他别忘了 我们四爷是不能随便传的 你知道吗 你还得告诉你们那个帮主 对我们四爷得恭敬一点呢 别吹了 你们四爷大 再大还能大得过我们帮主 差远了 你这个井底之蛙 我该说你什么好的 我们四爷啊 得了得了 什么三爷四爷的 江南有几百几千几万个呢 可是帮主呢 几十个省的盐帮 只有一个头 人上有人 天外有天 再说至少我们四爷是一个男的 男的女的又怎么样 男人总比女人大呀 什么男人比女人大呀 亏你还是个女人呢 怎么样 女人才比男人大呢 那又怎么样 女人才比男人强呢 你没小红袖招那个女的 小果儿 全身鼓鼓的 哪个男人能比得了啊 就算是女人你呀 哎呦 咬死了你 讨厌 你还跑 你好讨厌啊你 玩啊珍惜 说真的 我们帮主要见你们四爷 回去跟他说 可别把正事给忘了 呦 你们帮主 开上我们四爷咯 他们哪 在汉湖过了一夜呀 哇 你也知道啊 我们小姐呀 什么事都不瞒着我的 我们四爷也一样 我还帮他穿裤子呢 哈 你不怕呀 哈 有什么好怕的 你又不害臊了 你懂什么 我们四爷是那种洗澡 穿衣服 穿裤子 要人家伺候的那种哎 好色好色 你才呢 哎 珍惜啊 他们俩在汉湖过了一夜了 你回去跟四爷说 别辜负了我们帮主哦 哎 不用担心了 他们定情之物都有了 还是我选的呢 定情之物 嗯 那我怎么会不知道啊 哎 是一块玉 玉 嗯 炎曹格斗 小事嘛 我本来 就要他们格斗的 是不是啊 师爷 就都爷所言 炎曹相争 则利多于弊 炎曹一体 则弊多于利啊 都爷的制色 狠得我国法家的真髓啊 可是 小鱼儿妇女 以驾传走合为生的 帮他出面转环 应该是曹邦啊 为什么盐邦来出了面呢 也是 据焦号所查 小鱼儿妇女 与盐帮肃无瓜葛 转环药宝 恐怕受人所托啊 谁托呀 那个四爷 那会儿砸红袖招的 外路人呢 师爷 你看这事 所谓四爷 不过是过路的商旅 不是高定 师爷 你小看了这件事了 不过 以都爷的英明 防围杜剑地追究一下 也许查围支柱 可以抓到一些头绪啊 怎么抓 焦号 按不了事 小鱼儿致死不着 怎么 难道要我动用都府的官兵不成 河豚跟李静之斗可以利用 让河豚跟曹邦 替我们逼出那个四爷来 这样 既与红袖招无关 也免得人家说 都爷您插了手啊 是个主意 师爷 你想想 我想想 给曹邦透个消息 说盐帮要保小鱼儿 是想再挖曹邦的墙角 李静打河豚呢 是承怀秀的示意啊 好 好 给我写个密帖给曹邦的帮主 就用我的名义 叫焦号送去 这容易 快去啊 是 小果儿啊 小果儿啊 我看呢 你是越来越能 越来越诡计了 能不能 都爷 还有谁会比您更知道呢 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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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堂呢? 賺何堂 賺何堂… 何堂賤爺 你這個東西又怎麼了 回爺的話 在洪秀昭門口 是李進仙洞手的 你們一打架呀 就說人家是仙洞的手 是你長了一副挨打的模樣呢 還是曹幫的人好欺負呢 說有人勸架嘛也難 你們兩個打起來 別人也不好勸 你們兩個都是廉價子 爺,焦號勸的架 可是這小子拉的是偏價 他攔著你,讓李進打 爺,當時巧得很啊 他也攔李進 我就趁機會給李進一傢伙 巧得很,巧得很 那是巧嘛 你這個蠢東西才看成巧呢 爺啊,有機會啊 我給你找回來 充個面子 好了 我天天講 我都講膩了 曹走河,嚴走漢 大家各走各的 一根柱子撐不了天 天下這麼大 不只一個草幫 人人上街橫著走 天下不是除了草幫就是眼 除了岩幫就是草 紅黃藍白黑 山裡的花也不是一種嘛 大家開,大家發 爺,是李進看我不順眼啊 你什麼時候看人家順眼過 好 我聽說李進 對他們的幫主承懷秀有意思 長信 爺 誰跟我提過這件事 這個 這是人家的家務事 我們自己的事啊,他夠煩的 人說我們的曹幫人多勢眾 一兩千里的曹運 要孝敬多少文武大員 打點多少江湖人物 才能夠跑趟船虎個口 言曹發了,發在官商 不是發在一群苦哈哈的粗漢子 我這些話說了一輩子 也說膩了,你們也聽膩了 叫你們不要吵 少惹事 不要打,你們還是要打 爺,洪秀昭股東家的密帖 每天 都沒有編